开车上山驾驶在途中突然因为缺氧差一点出意外 日前一名灵气男子开车前往荷欢山 途中觉得身体不适无法呼吸 立刻报案求救 警方获报也火速赶抵现场给予氧气舒缓症状 幸好男子送医没有生命危险 警车铭笛声响起 因为不久前获报由一名男子高山镇发作喘不过气来 直到远景抵达目的地看到路边停放的轿车 打开门后发现男子全身瘫软 立刻将人扶到警车上 远景拿出氧气瓶给男子舒缓症状 但他还是相当虚弱 这起意外发生在18号上午 一名来自台中的灵性男子独自开车上山 没想到就在荷欢鼓刀入口 突然感觉头晕无法呼吸 疑似上太多天大夜班精神不济 加上前往高海拔山区才会缺氧 查看林男申请痛苦 呼吸困难 见情况危急 先将林男扶制到洗脑车内 让林男顺利多棍下山就医 幸好男子当时发现身体有状况 马上报案求救 在警方与消防分队的协助下 送医急救后已经脱离险境 记者陈敬业花莲报道